近日在四川成都一小区因为部分业主质疑通信基站有辐射而拒绝安装 随后三大运营商发布公式直接断掉了小区的手机信号 从10月6号开始成都华裔阳光里小区内外的手机信号突然减弱甚至消失 原来因为这个小区手机信号较弱 运营商在国庆期间准备在小区安装信号设备 但是遭到部分业主反对 三天之后一份由电信联通移动以及铁塔公司联合落款的公式出现在小区门口 公式称因接到物业通知 小区有居民投诉在小区内的移动手机信号设备干扰了部分业主的正常生活 经沟通皆是无果 三大运营商将中断停止小区内所有移动手机信号设备的运行 公式中还提到小区内居住的群众遇到突发事件 将无法通过手机快速拨打119、110、120等应急电话 并且三家公司不受理该小区的网络信号投诉 在这个小区里有3800多家住户 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 有业主说不光是有人反对装机站 就连工程人员在小区楼顶安装的设备也有很多线缆已经被剪断 反对新增信号设备的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升级 甚至出现了肢体冲突 在小区门口的这份公告上 也有支持安装信号设备的业主写下自己的看法 称你不用网我们要用 对此也有人认为大家都交了花费 不能因为部分业主的反对 就剥夺了所有业主使用通信信号的权益 目前小区无业已经开始进行支持和反对的登记投票 截至10月11号 在登记册子上持支持态度的业主有50多名 反对的为3名 专家介绍生活中电磁辐射无所不在 电视电脑也都有 而手机和基站的信号频率一般在800兆赫兹至2.4级赫兹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的手机和基站 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记者汤易综合报道